哎呦我去 这一觉睡得舒服 果然还是要早睡早起 现在我很有精神 大家好 今天先生没事 昨天怒不借走我一块钻石 也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我打算去问问他 说不定他是有什么发财的路子呢 我去 这是什么玩意儿 谁在我家附近建造的 昨天还没有呢 一夜之前能建造出来这样的高塔 哎呦 我知道了 果然就是这些怪物 刚才我就怀疑了 这怪物我还不认识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来我们这个世界的 也不知道厉不厉害 这个不行 我不喜欢红色 就不去看了 还是这个吧 蓝色是我喜欢的颜色 而且这个怪物看着不是那么的可怕 应该是没有什么攻击力的 希望我能发现这个世界没有的东西 哎呦 诺伯 你怎么来了 你不会拿着钻石去买了马吧 真是洋气 先让我选择吧 到时候好还你的钻石 行行行 这个红色的给你吧 看着很不错 我都想进去看看 好的好的 谢谢你啊 没事的 我们都是好朋友 怒不就是笨 轻松就被我骗了 好好好 我来这个吧 希望这个里面有我想要的 进去看看吧 可算上来了 路边上来了 那就一起进去看看房间里面吧 你先进去 我随后就到 哟 这个怪物竟然在里面 我有点不好行动 我去 被发现了 我还没进去就被发现了 这也想完了 希望这个怪物不厉害 大哥 你听我解释 我就是来看看 没别的意思 或是不会进去你的房子里面 你要相信我 这是什么意思 我看不懂啊 救命啊 那个可恶的怪物 就这样把我给推下来了 真是可恶 气死我了 这下要怎么上去找宝贝 我没有办法了呀 等会儿 我好像有办法了 用吃的试试 能不能勾引下来 我就不信那个怪物 还能够吃够喝 只要能食物吸引出来 那我就能拿到 那个怪物的宝藏了 好好好 也不知道路不怎么样了 这么久都没动静 肯定是在拿宝藏了 早知道 我就让它进来 蓝色的这里了 哎 真是麻烦 怪物还在里面 马上就不得陷阱 嘿嘿 让这些怪物知道 这个世界的险恶 好了 差不多了 等着那个怪物出来吧 我不能被发现 要是被发现就完了 出来了 果然一眼就看到了食物 好好好 就是现在 去死吧 白白了你嘞 怪物也是真的笨 嘿嘿 这下我想怎么找 就怎么找 没有怪物能够打扰我了 希望里面是有钻石的 要不然我就白忙活了 这是那个怪物睡觉的地方 好东西就在这里 嘿嘿 这箱子里面应该就是了 不是吧 怎么都是食物 我要的可是钻石 这个怪物有点穷啊 什么东西都没有 看来我今天是白来了 哎 真是搞不懂了 嗯 不会是按道开关吧 我去 还真的是有按道呀 这下面不简单 应该是有好东西 那我就去看看吧 就算是有危险 我也是不怕的 哎呦 我还以为是传送到另一个世界 没想到竟然是障眼法 不过问题不大 里面是箱子 肯定有好东西的 嘿嘿 牌子上说的什么玩意儿 不过好像是要什么东西 才送进去 具体是要什么呢 哎呦 不会就是这个吧 试试吧 说不定就是这个 走你 哎 真的是 我可真是聪明 好好好 希望有钻石 不是吧 还是食物 我绕的是钻石 又是食物 这个外物怎么这么的穷 哇哦 钻石 可算是让我找到钻石了 这么多的钻石 我爱了呀 看来这趟是没有白来的 好好好 走了走了 还好我带了木银根猪 要不然不好出去 好了 出来了 我要赶紧走了 别拨了 得到这么多的钻石 今晚能吃一点好吃的 我就知道 这些怪物多多找手 还是会有一点钻石的 不可能什么都没有 那样怎么在我们的世界里面生存 好好好 过去 什么玩意儿 刚才是什么过去 难道是我野花了吗 哎呦 那是什么 步度怎么那么的快 有点不对劲啊 我去 怎么是你 你怎么没死 你不要过来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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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